哈喽大家好 今天终于学会了如何将这个暴君给他引出来 我们来看 我们把这个暴君引出来 然后让他来拆塔 一路拆下来 其实这个引暴君还是挺简单的 也需要运到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巨技修改器之类的 好像就挺好玩的 这也就是一个娱乐玩法 这个根本不能在那个实战里面玩 在实战里面随便开个巨技修改器 基本就就废了 可能就要被封号 或者是被踢出去什么的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主宰暴君 拉到主宰这个位置来 让主宰和暴君一起来击杀 是吧 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也就是只能在训练里面看到 两个家伙 两个大家伙 是吧 在那里 不停的搂 不停的搂 大家如果想象更多这种有趣的视频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 维哥结束 然后以后会教大家有一些出现教程 教他如何设置这个 将这个暴君给他引出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最后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 让暴君去拆水晶 拆我们家自己的水晶 那我们本期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进展 欢迎大家继续观众 维哥声明 观众 维哥结束 那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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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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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